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 欢迎来到益政经营 下面我们继续研究黄金百银原油的价格走势 首先我们看一下 昨天的一个重磅的事件 那就是美联储6月份的通胀数据去到了9.1% 那我们就不仅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现在加息总是通胀降不下来呢 这里面我们有4个要点给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第一点 你以为美国加息真的只是为了降通胀吗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是详细分析过的 不知道大家没有印象 我们就重复一遍 其实美国加息并不是为了降通胀 通胀只是一个借口 你会发现其实每次美国想要去加息的时候 都是有收割目的的 如果说收割还没有结束 加息我们认为就不会结束 曾经我们那一期节目讲过 一个国家的通胀在翻倍的时候 就已经很严重了 通胀率是在三点几的时候 一时翻倍翻到六点几的时候 那作为一个美联储不可能对这个翻倍的通胀 没有反应呢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 六点几的时候无动于衷 只是不断的吹风 我们可能加息怎么样 但是你会发现在什么情况之下 美联储迅速的加息呢 那就是俄乌冲突一爆发以后 迅速的加息 所以美联储一个加息 我们认为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只是去应对通胀 通胀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国内的物资比较饱和 然后市场的资金流动很多就会造成物价的上涨 可是现在的美国并不是这一套逻辑 它的逻辑是什么 第一个物资比较少 自己很多的生产跟不上美元太多 而且这些美元流到海外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并没有很多 而在疫情阶段印发了太多的美元 给民众发了太多美元 所以钱太多吃不消 第二就是生产跟不上 进口的物资又普遍比较贵 因为供应链的问题 是吧 而造成这个通胀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简单的美元钱多所造成的 这一轮通胀主要原因是什么 疫情 而无冲突 全球供应链的混乱 还有关税制裁 等等等等 诸多的因素 你会发现 其实很多的东西 都是美国有益而为之的 你看这个疫情 是不是有益而为之 而无冲突 是不是有益而为之 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个混乱 是不是有益而为之 关税的制裁 是不是有益而为之 你会发现 这里面所产生的通胀的主要原因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一手策划出来的 因此这个加息为什么通胀不降呢 我们认为 这个通胀的下降 完全和加息关系不是很大 那么这个加息什么时候结束呢 刚才我们分析了一波 对不对 那就要看它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点 我们认为 俄乌冲突结束 就是加息结束的时间 俄乌冲突一开始 它就趁乱加息 为什么要趁乱加息 因为只有这样 美元的地位才不会动摇 对吧 你世界其他地方不安全 不可靠 大家都乱的时候 那我是最安全的 所以它选择加息的时机 美联储选择加息的这个时机 我们认为是有一个规划的 那么一旦这个俄乌冲突的危机解除 那么避险的这个需求就会大幅的降低 你这个时候美元还去加息的话 就会有损美元的地位 所以欧冲突一旦结束 我们认为美联储就会迅速的结束这个加息 第二点 欧洲的资产够低的时候 实现的收割的目的 那么认为这个加息呢 也会结束 你看现在这个欧元已经1比1这个美元了 那很明显就看得出 以欧元定价的这个欧洲各国 他们资产呢在贬值 已经贬得很明显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目的之一 已经慢慢可以分析的出来了 那么现在这个通胀很严重吗 对于美国人来 我们认为这个美国呢 这个美国人本来就很浪费 吃的呀用的呀 本来就已经很浪费 通胀呢只是让他们啊 学会节俭一点而已 很大很大这种影响呢 我们认为大部分的美国人 影响都不会特别大 当这个收割结束 巩固好他现有的一个地位和后花园啊 这些都是可控的盟友 那么现在是不是还有一些不可控的盟友 一旦他实现了可控的盟友和地位的保障 那我们认为呢 就会寻找下一个矛盾点 所以这个美联储的加息呢 我们判断啊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因素 反而是一个政治因素的概率啊 比较高一点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呢 有什么重要的这个资讯 华尔街已经开始预计啊 美联储本月将加息100个基点 美联储7月份加息100个基点的概率啊 已经达到了82.7啊 这个通胀一出来啊 我们就已经大概能够判断的出来 那么下一周呢 我们就重点看一下 华尔街还有没有这种很坚挺的传闻 如果有的话 那么大概率就会加100个基点 第二原油只是暂时的回调 有投行分析啊 若无法填补额供应的缺口 油价将会升破150美元 但是呢 欧佩克预计啊 2022年全球石油需求 每日增量将从340万桶 放缓至270万桶 所以这个原油啊 我们的观点也是很简单的 在120美元的时候 我们就说这个原油要暴跌啊 因为很多他们的预判这个油价 上涨这个逻辑啊 是不成立的 因此当前这个原油了 我们建议大家顺势为主 下跌过程中可以横盘 但是横盘的最终的结果呢 应该还是会下跌 我们的分析的目标是多少 是80到70之间 第三点 美国衰退 必无可避 美银下调经济展望 增长放缓 势头远超预期 目前啊 没有任何令人幸福的证据 表明美国的通胀 已经鉴定 通胀既然是一个借口 那么这个借口 在达成不底之前 我们认为都不会有很明显的下降 第四点啊 国际能源署 IEA最新的预测 全球石油供应危机 出现缓和迹象 因经济增长啊 乏力拖累了原油的需求 而制裁俄罗斯的石油工业 所造成的影响 也小于预期 当前市场关注的要点 我们翻了一下 都在关注什么 关注这个通胀加息 关注这个石油 其他的一个新闻反而不多 所以这两点呢 也是当前市场的一个核心 另外呢 在凌晨两点钟啊 美联储公布了这个贺皮书 美国的贺皮书呢 根据美联储下属12家地区的储备银行的最新调查结果编制而成 每年发布8次 那么这一次发布呢 有几个要点 第一个啊 制造业活动洗油参半 许多地区报告称呢 供应链中断和劳动力短缺 继续阻碍生产 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它有一个点 就是劳动力短缺 所以美国啊 它其实不缺这个就业岗位 缺的是愿意上班的人 那么报告发现呢 全国各地的物价都出现了大幅的上涨 布财和钢碟等领域呢 价格有所回落 但食品能源和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出现了显著的上涨 所以你看到它重点是什么 食品能源和大宗商品的价格 那么大宗商品的价格和这个能源呢 又挂钩 因此这个原油啊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作秀的一个品种 对吧 我把这个油价打下来 你这个油价是通胀的罪魁祸首 我把它打下来 说明我有去做一些工作啊 对吧 但这个通胀还降不下来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对不对 它会告诉你 我有做这样一个动作 因此这个原油呢 成为了一个出头鸟 那既然是出头鸟啊 想要大涨呢 短期之内 我们认为是看不到这种信号的 因为你看到了 近期公布的美国的这个原油库存 不管增长也好 下跌也好 这个原油都是无动于衷的 原油呢本质我们认为就是它供需关系呢 是真正的出现了一个问题 可能需求方面真的是没有那么那么的多了 美联储的贺皮书还预测通胀飙升或持续至年底 大多数地区的联系人预计价格压力至少会持续到年底 那就说明年底很可能就是一个美国加息的节点 也是美国收割的一个节点 也是俄乌冲突很可能结束的一个节点 好 以上就是一个基本面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频道 关注益政经营 黄金投资不迷路 下面呢我们进行技术分析 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用均线法则 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黄金白银原油的一个价格走势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的昨天晚上这个CPI公布以后了出现一个大涨 但是大涨的时候我们看到它并没有形成一个向上的均线法则 所以还是受到前面这个均线法则的一个压制 那么这个均线法则就在这个位置 那么当前去看呢 这个1716啊就是均线法则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要关注4小时图的收盘价格 会不会收在这个1716之下 如果说它的收盘价格是收在1716之下 那就表示啊这个黄金呢 很可能还会继续的往下探 那往下探会看到什么位置呢 会看到1666和1654这个价格区间 那么当前呢这个黄金呢 昨天的一个上涨就马上就要跌下去了吗 我们判断并不是啊 这个1666呢是一个比较长的波段 短期之内是看不到的 至少今天晚上我们判断的应该看不到 因为昨天晚上在这个位置的反弹呢 形成了一个K线的看涨的形态 所以它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啊 1716呢将会获得支撑 比如说这个黄金呢 我们看是继续的横盘为主 我们看黄金的十分图 最近的一个均线法则在哪里 在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呢 它当前一个下跌啊 是不是刚好就在这个支撑位附近 所以当前这个价格呢 我们认为它会是一个盘整 并且啊 黄金前期啊 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横盘 这一个的上涨和下跌 就划出来一个空间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黄金呢 它现在想要暴跌的话 通胀很明显 市场有这个避险的需求 所以它想要大跌 短期跌不下去 但是它想涨呢 又有加息啊 夹住它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黄金它是一个上下两栏的一个格局 因此这个黄金呢 我们判断了 将会继续的去做一个横盘和震荡 既然昨天有一个多头快速的介入 那么这个多头呢 在横盘震荡的情况之下 很难呢 会彻底把它给击穿和击破 所以啊 这个黄金呢 我们现在是等待什么 这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这个位置能够形成看涨的K线信号 我们就会去买涨 看涨的K线信号无法形成呢 那我们根据这个均线法则 就会看到这个1712和1710 所以在什么位置买比较好呢 就看这个K线的组合 那么K线组合是什么 就是至少你要看一根起点K线 这个黄金呢 我们认为今天呢 还会维持在这个区间里面去做一个震荡 破位昨天低点的概率不高 不高 而且大概率会在1716之上呢 开始做一个反弹 反弹会反弹到什么位置呢 很可能就会在这个区间 好我们看一下原油啊 原油的视角图 我们首先看一下它的一个法则 那明显这个原油啊 在当前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跌到了一个支撑位啊 所以这个原油呢只有重新跌穿91 才有可能继续的往下跌 那么当前呢 你看到上下都有支撑 上方有阻力 下方有支撑 所以这个原油我们继续看盘整啊 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震荡 那么它震荡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啊 就是原油的一个增产的无望 这是它一个支撑 对不对 但现在美国又要打这个原油 所以这个原油当前也是两难 市场的基本面啊 有这个上涨的需求 而这个金融方面呢 美元不断的上涨 使得这个原油啊 出现一个打压 所以短期之内呢 这个原油啊 会做一个横盘和震荡 所以今天晚上还是看一个震荡 但是啊 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我们判断还是一个往下为主 为什么 因为你在这一波下跌过程中啊 即便到了关键位置 也没有很明显的反弹 新的一看涨这个均线法则 所以这个原油啊 横盘之后呢 我们认为还会下跌 之前我们有分析过它的一个目标位 大概会去到80附近 对吧 如果说它形成不了的话 大概会去到81附近 83和81之间呢 是原油最终的一个目标 原油呢 我们可以看到十五分图 它已经破了这个上升的趋势线 对吧 根据它的一个法则 在十五分图里面呢 会去挑战91 挑战91.77 刚好是前方的低点附近 如果说这个价格啊 挑战成功的话 那就会继续看跌 但是我们判断呢 挑战成功的概率不是很高 所以这个原油呢 在91.77附近呢 反而是一个可以参考 做多的一个点位 但是这个点位要做的话 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 就是这里面要出现一个 看涨的K线 你不能一个大阴线 你在这个位置去抄底 那是不对的 对吧 一根大阴线以后 出现一个长下影的K线呢 或者说这种明显的 这种起点K线呢 你都可以做 但是偏偏这种大阴线的时候 你不要去做 所以买涨跟看到的支撑阻力位 它是需要配合的 需要K线的一个反弹 去做一个配合 我们知道支撑位 是有多头在介入 那么你才能去做 白银呢 昨天在四小图 形成了一个弱势的法则 但是这个法则呢 我们看今天已经破了这个均线 但是它还没有改变啊 所以我们这个位置呢 要得到一个向上的法则 白银呢 今天呢 大概率也是在这个区间 去做一个盘整 如果说它能形成向下的法则呢 我们认为它一个波动的空间 不是很大 因为这个白银呢 当前这个价格 已经跌回了19年的时候的一个 盘整的区间 所以这个白银一旦到这个区间呢 它就没有很明显这种市场动能啊 去炒作它 所以这个白银啊 在当前这个位置呢 继续看盘整 1870和这个1930之间呢 去做一个震荡 短期之内呢 看不到大涨 也看不到大跌 继续低吸高抛啊 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那它多空分界线呢 是在这个价格 18.88 这个价格 四小图收盘价格能够低于18.88 那就表示啊 这个白银呢 还是一个空头的趋势 你就可以继续啊 以高空为主 好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记得点赞加关注 欢迎大家发表你的评论 有任何问题啊 可以在评论区 我们沟通和交流 也欢迎大家联系我们 我们下一期再见 再见